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巴公开露面 推行李破怀孕传闻 身材苗条状态加 三月行程满满 关于热巴怀孕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 因其本人一直未说出单身未孕四个大字 流言不断 2月25日 消失两个月后 热巴现身机场推大剑行李引发热议 话题讨论度迅速破译 热巴把自己捂得很严实 帽子 墨镜 口罩一个都不少 看不到脸部状态 无法判断是胖了还是瘦了 不过 他这次的造型比较给力 完全没有要遮掩肚子的意思 算是正面回应怀孕风波 一身短款面包服加牛仔裤 简单利落 特别显身材 侧面看 身形修长 小腹平坦 上下形成了一条直线 腿又长又细 萝卜裤穿出了阔腿的效果 当然 其他角度上半身还是有点胖 这或许跟面包服蓬松的设计有关 仔细看 从胸部到腰腹部有一个弧线 只是高度落点并不在腰腹位置 更靠近胸部 腰腹部还是比较细 从下车的照片中 能够看出热巴的姿势很大气 动作也很敏捷 没有要助理帮扶或者借助车门等外力 在推行李的视频中 更能感受到热巴的活力 她走路如风 跟上一次慢悠悠的机场风格完全不同 还再次上演怪力少女 一人推了满满当当的大行李 看起来相当轻松 而跟在一旁的助理只是走路都看着慌慌张张 说起来 热巴最初被转怀孕就是跟机场造型有关 当时 热巴已经有六七个月没有进组 公开活动也少 一露面就穿了件巨臃肿的大衣身形宽大 被指出疑似小腹突出 再加上行走的姿势不自然 仿佛有了身孕一样 小心翼翼 而后 随着热巴方一系列黏糊的澄清 让事件热度逐步升级 每回有新物料出现 大火不自觉就会盯着她的肚子看 只要稍微有点突起就认为是怀孕了 形成了一种循环 粉丝看到热巴露面开心极了 觉得终于打脸了黑子 并称接下来的三月将是快乐的三月 形成满满 首先 会先在二月底拍摄杂志 其次会在三月初参加品牌线下活动 接着可能还会有晚会活动及进组等大事 会看到不少新鲜的热巴 热巴形成恢复正常 说明她的身材已经不需要遮掩 那很可能怀孕传闻就是乌龙 众多网友看到热巴的动态 觉得她是一个高手 这种回应还是模棱两可 没有说清具体情况 如果真的想要澄清 可以穿收腰身或者贴身的外套 而不是这种似是非是 质疑她借着话题 顺势而为拿着肚子炒作 网友和粉丝都被利用了 在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 当红女星减少露面行为 本身就很奇怪 热巴后续的操作也没有纠正大家的质疑猜测 所以导致事件变得离奇 希望明星在私人事件上的回应还是有事说事 单身未韵并不烫嘴 否则类似的剧情还会继续上演 另外 1月热巴被曝光国外工作 知情人称黄景瑜也陪同 所以行程连粉丝都不知道 如今公开在机场露面 看来是有意曝光了 毕竟明星想要隐瞒行程 还是能轻易做到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